在城市偏远角落,有个古色古墙建筑,这是个当铺,但收集的并不是古玩字画金银珠宝,而是人们的真实经历,经历的越离奇,当铺给予的赏钱就越多。 哒哒哒,一酷似杰克船长男子急匆匆往当铺里走,面对着怪异装扮,当铺老板挺感兴趣的,男子开门见山,你们靠谱不,真能给我钱? 老板很爽快,当然,小事小钱,怪事给大钱,男子也不废话,立刻讲了起来,他叫杰克,是个卖艺人,因为跟杰克船长通名,平时喜欢靠死船长来卖艺生存,他穷尽大半生,都在钻研高超技能,打算靠技能发家致富,走上人生巅峰,面养到就在一个月前,还真让他给练出来了,不知道是上天可怜,还是苦苦钻研的结果,他视力也越来越好, 甚至能穿透物体,看到里面的东西,俗称透视眼,杰克立刻打爆行李,马不停提前往澳门,打算用此能力在赌场实现财富自由,可自己穷得要命,没本金啊,没办法,继续南下去香港吧,香港有钱,先去那卖艺赚点赌本再说,就这样香港最繁华的大街,想起了杰克的吆喝声,凭借一身杰克船长装扮,身边很快聚集而来一大票观众, 杰克卯足劲大喊,今天要表演的才艺就是超能力偷视眼,杰克继续介绍表演规则,他会随机选出几个观众,用偷视眼看到观众口袋里的东西,说错的话杰克给观众一百元,说对的话观众要给杰克一百元,杰克选了一美女,一帅哥,一小女孩,在经得三人同意后,表演开始,花音刚落,杰克就看出小伙兜脸,揣了个掌上游戏机, 小伙儿哑口无言,递给杰克一百块,而小女孩兜里没揣东西,可这难不倒杰克,他看向女孩四肢,发现女孩棉袜上破了个大洞,小妹妹,你也太接见了吧,女孩被当众皆丑,脸红得像个苹果,不好意思抵赖,默默掏出一百块, 而最后这位美女杰克吟笑起来,您兜里确实揣了个东西,但实在不好意思,您的粉色小裤裤实在太美,我的眼睛怎么也挪不开,完全被吸引,只能跟观众们如实相告她的颜色了,啊变态,美女花容失色,丢给杰克一百块钱,尖叫着跑开了,好小不小美女没跑多远,一鼓大风吹来,将美女裙子迎风吹起,裙摆飞扬小裤裤展现在观众面前, 还真是粉色的,围观群众里的男人们赞不绝口,也不管杰克的能力是否真实,纷纷往摊位上投币,毕竟大薄眼浮了,可不能白看,在一片喝彩声中,杰克是别提多高兴了,这十分钟不到,加一起就挣了差不多五百块,肚子一天估计就能赚够,于此同时台下有俩人看不过了,这俩人头发染得花花绿绿,一脸横肉,主动跟杰克要求参与游戏,不过有个要求, 就是将赌金从一百调成一千,看对方好似地痞无赖,还主动要跟自己玩大的,这其中恐怕有诈,本想拒绝,面映到这俩人开始起哄,说刚才那局是事先设计好的,就是为了骗大家赏钱,疯狂待观众节奏,眼见口碑即将受损,杰克只能接下挑战,还着自己有透视眼,还怕赢不了这两个混混不成, 二番战开始,台下观众鸦雀无声,只有两个混混不断催促杰克快点看,而杰克呢,不是没看清,他早就看好了,却不敢说,两人兜里啊,竟然一个揣着大砍刀,一个揣着小手枪,运气这么差吗? 竟然遇到传说中的古阔仔了,都怪自己一心沉迷赚钱,以为万无一失,没事先观察这两人兜里的东西,如今这一把砍刀一把手枪,就算看见了,杰克也不敢说呀,这要是当众揭穿兄弟俩,自己恐怕是有命赚钱,没命花了,明早是活着走不出香港了,见杰克迟迟不说话,两个古阔仔更得意了,假冒假式催促,快点呀,你不是透视眼吗? 看出来了吗?告诉大家呀,杰克是万般无奈,但没办法,戏还得演下去,要是说看不清,观众肯定不会再给自己投币了,他笑声嘟囔,美人两千,你们配合我演完戏,好吗?一听美人两千,古阔仔爽快答应了,接着杰克高声喊道,我看清了,你俩一个兜里揣着打火机,一个揣着太阳镜,俩古阔仔心领神会,按下手里握着的刀枪, 掏出杰克所说的东西,一人两千,满意的离开了,赚了五百,损失四千,开局就到贴三千五,虽然心痛无比,但杰克没办法,生意还得做,自己还得保住名誉,在这黄金地段赢其他人钱啊,杰克立刻调整赌金, 这次一把五百块,我要挑观众挑战啦,杰克这回长记性了,决定避免刚刚古阔仔那样的人,找面扇不会惹麻烦的家伙来互动, 这次找了个小萝莉,和一个圆滚滚的书呆子,这次杰克打算透视肚子,猜猜他们早上吃了什么,先看小萝莉,他肚子里竟然有一颗积木, 杰克连忙将事情告诉罗莉母亲,母亲大惊,怪不得刚才女儿总说肚子疼,一把塞给杰克五百块,转身跑向医院,接下来是书呆子,这书呆子脾气憨厚,看上去很好欺负的样子,杰克打算吓他一下,先看看这圆滚滚肚皮里都吃了什么,哇,好大的肉排啊,食量不小,难怪他这么胖, 咦,不对啊,不仅有肉排,怎么还有头骨啊,什么情况,杰克懵了,我的透视眼不会错呀,这家伙难道是个食人魔,还是说他吃的是猴子,我不认得啊,突然耳边传来闷闷的声音,你看见了,书呆子说话了,杰克连忙否认,等等等等,我还没看清,我再看看,嘴上这么说,实际杰克的脑子正在飞速运转, 即使这书呆子真是杀人狂魔,但他如此矮小,手无腹肌之力的样子,自己也不怕他,杰克慢慢冷静,打算四处看看,看他兜里有啥,随便说个赶紧了事,目光慢慢一向四周,嗯,什么情况,这,这又是什么呀,杰克突然感觉浑身发冷,寒毛沾沥,这胖子体内怎么没有骨骼呢,而是装着一个奇怪的东西,杰克越看越入神,冒足劲,视力火力全开, 他惊叉的发现,眼前外表看上去是个矮胖子的宅男,内部居然装了个怪物,怪不得刚才发现肚子里有人脑,这东西伪装成人的样子,安地里竟是吃人的妖怪, 杰克被吓得一阵眩晕,双眼发白,身后的观众却不乐意了,喂,快说呀,怎么不说话,是睡着了吗? 在阵阵催促声中,杰克脑子一片混乱,出于生的本能,他立刻收拾行李,对不住了各位,我不舒服,眼睛也花了,收摊了,拜拜,没想到书呆子去说话了,想逃吗? 呵呵,杰克愣住了,赶紧掏出五百大羊,给你,我真的什么都没看到,眼见杰克认输,观众们失望透顶,催骂着离开, 可唯独书呆子一动也不动,也不接纳五百块钱,而是愣愣的看着杰克,慢慢流下口水,你的味道应该也不错, 你跑不掉了,不过也许是因为身处闹市区,怪物没有立即动手,于是出现了刚才开头那一幕, 杰克借着人流掩护,来到人间蛋铺,希望得到老板的帮助,好了,我的故事讲完了,请立即付我现金,我要马上离开, 对了,另外帮我交辆车,送我去机场,夕阳将天边映得昏黄,坐上专车的杰克心脏依然蓬蓬直跳, 动张希望看着那怪物有没有跟过来,突然他瞳孔放大,心脏跳到嗓子眼, 那熟呆子还真就在不远处的大树下看着自己,摸着机场碌碌的肚子,口水流了一地, 嘴巴缓缓吐出几个字,不管逃到天涯海角,我早晚都会, 找到你。